來到越南又怎會不試試法國菜呢? 我們去的這間餐廳叫做Temptation 我們其實都很大膽,因為完全沒有預訂位 就想試試walk-in成不成功 幸好也對我們成功 Menu方面分了Alaka和Set menu Set menu分了兩款,一款是Discovery 另一款是Germatt 我們都點了兩個套餐,想試多些不同的菜式 首先上的是一個開胃菜,分別有三道小吃 第一個就是鴨肝多士,另一個就是番茄冬湯 最後一個我們覺得最特別的是蘿蔔汁 配上青檸汁 它就像我們平時吃的爆豬一樣 它就包著蘿蔔汁在裡面 你一喝的時候爆豬爆開,所有味道就會混在一起 這個是挺特別的 接著就分別上了南瓜湯和蝦湯 首先就說我喝的南瓜湯 它真的很甜 它還加了一些蘿蕾辣和椰子的味道 所以整體喝下去有東南亞風味在裡面 很好吃 至於蝦湯是喝到非常鮮味 再加上蝦是炒過的,所以多了一份香味 再加上它有一點辣椒,所以加了一些辣味 所以整體喝下去也會有些東南亞色彩 之後就上前菜 我的前菜是一個雜菜沙律 雖然只是一個沙律,但它的擺盤真的很漂亮 好像一個圓景一樣 除了漂亮之外,它的味道也非常好吃 因為我本身就不特別喜歡吃菜 但它的蔬菜是很新鮮,但鮮甜的 再配上醬汁整體吃下去,是酸酸的,很開胃的 再加上鵝肝,吃下去就不會太清淡了 它就會加了一份鵝的油香味在裡面 而另一款前菜就是安格斯牛肉 Tenderloin的生牛肉 其實它的味道也是很鮮味的 我配了一些辣椒和Palmason芝士 做得少了,是很好吃的 但因為它的份量也挺多,就覺得有少少漏了 之後我選的主菜就是一個香煎三文魚 另外它還有一個燒的洋蔥和蘆筍 它就會有一個mushroom的risotto 它會有些松露油的香味 我的三文魚是煎得很香脆的 裡面的肉質也是很軟的 唯一要挑剔就是那個三文魚稍微有少少 魚的泥味 除此之外,它的味道整體是好吃的 它的火候控制得很好 然後它的配菜的味道也是剛剛好的 而Gamad Menu裡面是有兩個主菜的 首先就會有一個香煎的梵立杯 它是配上了一個curry的醬汁 另外它也有一個青蘋果沙律 也是一些蝦的醬汁造成的桶沫 它的梵立杯煎得非常之好 因為它還是一個半生熟透明的狀態 它覺得梵立杯又夠大粒 所以整體吃起來很有彈性 很有咬口很好吃 而它的青蘋果沙律 就做到一個中和的作用 是令到你可以再吃下去不會那麼快飽 而另一個主菜就是安格斯牛肉 我們就選了Medium Rare的熟度 它煮出來也是非常剛剛好的 它外層有烤過的香味 但裡面保持著細嫩和非常juicy 只是需要少許的胡椒和鹽和調味就已經非常美味了 吃完主菜就會有一個芝士拼盤 這個芝士拼盤是來自法國一個很有名的品牌 它總共有三款芝士 我只能分到第一種芝士 它是比較軟滑一點的 是我最喜歡吃的那種 第二種就是硬質芝士 它雖然是濃一點 但它的質感比較硬 它沒有那種綿滑的感覺 而最後就是Blue Cheese 來到甜品時間 其中一款的甜品就是 是一個雲呢拿乳酪 它就加了一些雜果 有些香茅 它做得很清新 而另一款就是一個黑朱古力的心態圓 它裡面有一些Rasperry的醬 還有一些薑在裡面 所以這個味道跟我們平常吃的都很不同 也是一種阿熱帶風情的感覺在裡面 當你以為吃完準備買單的時候 原來還有一個petit four 它就分別是有一個曲奇餅 有一個松露朱古力 還有一個又是一 shot要喝光的 它喝出來是一個薄荷的味道 所以可以幫你清一清口腔 還有讓你整個人都可以refreshing一些 整體吃完都覺得很滿足 因為它大部分的菜式都是很好吃的 也都非常合乎我們的期望 它的餐廳的環境是很舒服的 然後職員也是非常有禮貌 很好笑容 價錢方面我們計算港幣大概就是1500元 如果在香港吃法國餐 根本上就吃不到的 所以來到越南我都很推薦大家來試一試吃法國菜 來到越南演講的第一天就完了 明天我們就會去惠安古城 如果你也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那出新影片的時候你就不會錯過了 那下條片見啦 拜拜